今年暑假新汉灿烂 苍蓝爵 沉香如蟹三大热剧打架 而赵金麦的少年派2以及关晓彤补冠金 董思宜许梦杰主演的《二世不获2》作为前作的续片 开播前就备受期待 播出后收视成绩也相对可观 话题度和讨论度虽不起三大热剧 但也给观众和投资方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就拿当前影视市场来说 下半年有望播出的一批备受关注的热剧 像《肖战人敏》的《玉古瑶》 《红明浩周夜》的《沪新》 《成一增顺西》《成都林》的《莲花楼》等等 其中不乏小生小花独自扛大梁的剧作 而暑期不少的剧作也证明了 青年演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也引起了大家对八五花演艺事业的激烈讨论 八五花指的是1985年前后出生 主攻电视剧的一批人气当红小花 狭义上只包括杨幂 刘诗诗 唐嫣 赵令四人 随着八五花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 贝比 刘亦菲 妮妮 宋茜等人也逐步被纳入八五花 但每次能勾起网友无限讨论的还得是老四位 毕竟八五花粉丝人均事业粉 年轻小花扛去能力自然引发了不少八五花粉的思潮 八五花代表姚蜜 赵令 刘亦菲 唐嫣 刘诗诗 这五位近几年依旧在认真搞事业 从整体实际情况来看 姚蜜和赵令可谓是最有事业心的两位 刘亦菲今年紧拨了一部剧梦华路 豆瓣高达76万人评分 虽然剧情表现不是很完美 柳柳遗憾 口碑也两极分化 但刘亦菲和陈晓的感情戏还是引发观众的热点 成为了古装剧的爆款 各个榜单稳居第一 最终豆瓣评分也高达8分 目前刘亦菲正在和李宪在拍现代剧去有风的地方 刚刚杀青不久 也有不少消息传出 网传称刘亦菲将主演玫瑰的故事 还将搭档王赫蒂主演长林 当然这些还未官宣只能尽后加音了 杨幂近几年除了拍戏更偏爱上综艺 就拿今年来说 从网综《密室大逃脱》 《战志巅峰》 到《花儿与上年寺》 都有杨幂的身影 拍戏也没落下 除了已经拍完的《谢谢你一生》 《爱的二八定律》 还有目前正在横店拍摄的《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 时尚领域本就有知名护肤品品牌 和高奢代言傍身的杨幂 时尚成绩播风 商业方面 杨幂比其他《八五花》起步早很多 大嫂在2014年就与合作伙伴成立嘉行传媒 发展到今天 旗下艺人有当红流量花 迪勒巴 以及助续单黄孟颖等艺人 还有高伟光张云龙 刘瑞玲等小生 赵丽颖作为《八五花》中演技深受好评的演员 凭借知否再度提名白玉兰奖 深场复出后与王一博拍摄有匪 虽然开播前造势很足 但播出后的评分才刚五点八分 收视成绩也就算刚及格 到今年的转型大作幸福到万家 成功收获2022年第三个卫视黄金档聚集冠军 收视口碑都不错 豆瓣评分7.1 而赵丽颖在这部剧中还是免不了被吐槽 不少网友表示 女主给人的感觉在认真演戏 却始终给人一种容不到村子里的感觉 不接地气好像是外地人 非要演本地人一样 更直言说 尝试突破是好事 但前提是贴合和驾驭 言外之意表示 赵丽颖这次的转型其实并没有成功 刘诗诗产后付出近两年时间播出了两部剧 一部《亲爱的自己》一部《流金岁月》 均是口碑和收拾双铺解 她的演技问题也彻底暴露 近日刘诗诗和刘宇宁正在拍摄《一念观山》 从目前流出的路透图来看 虽然图片高弧 但还是能看出刘诗诗意态和气质 还是很适合古装的 但相比来说 刘诗诗和唐嫣近几年都没怎么进组拍戏 曝光度也少了很多 唐嫣的感情路算是八五花中最顺畅的一个 劳工柔性事业发展也越来越好 像杨幂 赵丽颖这两位事业心很强的八五花代表 也在不断地交出不同作品 但却烧见火候 大又比比谁更烂的态势 不可否认八五花已落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地步 出于30家的八五花危机感更深 上有开公司当老板的各位大花鸭者 后有流量小花追着赶超 年龄问题也是卖不出去的卡 曾经固若金汤的位置也不再是坚不可摧了 加上最近几部剧并没能帮八五花们复兴 相反他们开始因为作品而备受质疑 留给八五花的时间不多了 想要花期更长不凋谢就得突破 显然八五花们的下一步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八五花们其实也深谙此理 从带播作品也很容易看得出来 他们正常是跳出舒适圈 而且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去刷存在感 毕竟流量红利总会过去 优质的作品才是演员的立身之本 转型也必须提上玉城了 今年九月录剧可以说是神仙打架 许多新戏未播先轰动 其中最被看好的是两位流量女王 杨幂和赵丽颖的新戏 话题热度爆棚 这两部戏也被称为杨幂和赵丽颖的转型之作 今年尚未推出新戏的杨幂 在医疗爱情剧《谢谢你医生》中 演出急诊时医生 赵丽颖转型大作 幸福到万家波弊之后 将在商战剧《野蛮生长》中 全是钢铁女总裁 两大顶流争九月剧王 就看谁能创造下一部爆款大作 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野蛮生长》 目前已经正式取得官方播放许可证 最终定案共有36集 背景聚焦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以赵丽颖饰演白手起家的女主许半夏 凭借独到的眼光和倔强果敢的个性 在男人为主的钢铁业闯出一片天 成为钢铁集团少见的女总裁 是一部典型的年代剧 兼剧大女主的商战创业剧 之前曝光的《野蛮生长》剧照中 赵丽颖在高大的工厂烟囱下 一个人举举独行 她从幸福到万家的农妇化身 野蛮生长的钢铁女总裁 外界相当期待 一关认真琢磨出好演技的赵丽颖 将如何诠释剧中霸气外露的角色 幸福到万家被誉为赵丽颖转型之作 收拾口碑双诈 而《野蛮生长》是在幸福到万家之后拍摄 被外界认定是赵丽颖进一步转型之作 两部剧角色人设截然不同 若野蛮生长也能获得好成绩 也就意味着赵丽颖的转型之路逐渐走稳 除了剧情 野蛮生长服装造型也是一大看点 因为故事设定在90年代 赵丽颖在剧中挑战非常多的复古造型 与她以往的角色造型完全不同 让人眼前一亮非常有心意 而姚蜜这边即将播出的新戏《谢谢你医生》 是一部都市医疗爱情剧 讲述急诊医生们历经生死考验 奋斗在医疗一线的故事 姚蜜饰演的肖业原本在海外工作 因为婚夫出现了意外回到中国 并且进入了铜山医院急诊科 并实力男星白雨饰演的男主角白树成为搭档 两人也逐渐从对立关系产生情愫 这次姚蜜饰演急诊医师 网友免不了拿来与刚演完医师的最美皇后秦兰做比较 秦兰在刚播毙的医疗剧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表现可圈可点 两人又都是颜值人气极高的一线女性 让姚蜜的演技备受考验 此外对于姚蜜来说 《谢谢你医生》也是重要的转型契机 虽然她也拍过不少职场剧 但与她拿手的古装剧相比 医疗剧依然是截然不同类型器具的大挑战 而且这两年姚蜜的古装剧口碑严重下滑 尤其是去年播出的胡珠夫人 口碑收拾都不复遗忘 让她的转型之路已迫在眉睫 面对八五花门开始走出舒适圈 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角色 尤其是佼佼者的杨蜜和赵丽颖 你更看好谁的未来发展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